嗨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結束的內湖店 因為他們今天有一個Cannadale的約騎活動 今天就是騎往劍南路那一區 然後他們可以領一張卷就可以下來換 小點心 我們是來吃點心的 對 騎上劍南路之後就可以下來吃點心 是的 隨便看你要加碼哪一條路都可以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可以看到Cannadale的新車 那我們這次就是除了會去騎劍南山之外呢 我們也會開箱一下Cannadale的新車給大家看 我們再會 好那我們就先出發 走走走 HIMO是什麼意思 HIMO就是它有一個卡牧 然後在HIMO就是在清170元 然後在Live在清170元 黑色他喜歡黑色 哇這個塗裝好漂亮喔 真的喔 他這邊亮面這邊霧面耶 老闆這個車價多少錢啊 如果說他只要換車價的話 喔可以啦可以啦 好我們先趕快去騎 然後再回來要看的話再回來看吧 你們有覺得我們開車來就好了嗎 對啊我就用騎車啦 對啊 而且POG茶聊個天 真的 我們有薛巴克的咖啡來 對 然後我們就來看車就好啦 還說建南山不夠騎 就其實在這裡聊天就會滑航線 真的真的 趕快衝下來 對 我們在這裡一直騎不了耶 好走走走走走 好然後我們剛剛從鞋子的內褲店這邊騎過來 現在開始好了 我們沒有試過從這邊騎上建南山齁 對啊 我們可以去拿建南山 建南山啊 我們剛剛不是有騎建南山嗎 對啊 可是從另外一邊呢 這次就是走另外一方向了 喔 對會繞一圈是不是 不會啊上去就下來 超光黑的那個版本很帥耶 我也覺得 欸但我覺得黃色也不錯啊 黃色更像那種車隊版 但是我還是換黑的好了 好好好 因為老婆就會看不出來 哈哈 因為現在 他長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捨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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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捨不得他 要不要 他捨不得他 他捨不得他 這個目前是車價販售 對對對 目前啦 就是還不知道Canadale原廠會不會有乘車的方案 喔 不錯啦 這是先前Canadale的規格 你現在這個是以前 知道了嗎 上一代了 對 舊款 舊款也是 香款 他朋友在這裡 一直被靠腰 上次的還沒有就叫做舊 抓各種語病 他換成BB多少 BSA 傳統的資訊 就不用再用他這個盤 喔 對 然後我們現在騎到劍南山的山頂 這裡有葉子可以看 就可以看到摩天輪什麼的 我們從山下騎上來大概10分鐘左右 非常親民 然後等一下再過去就是至山路 要加碼的話呢 就是繼續往那邊騎 對 對 風貴嘴 好 下一站加碼哪裡 沒有 下去喝咖啡 哈哈 B山一個小時可以嗎 可以嗎 我不知道 我沒騎過 我問他的身體在哪裡 都可以喔 都可以啊 喔 等一下 我先倒 B山 吃完之後再出發 B山錄影場 對啊 我們不是去那邊錄影 可以啊 你如果要把我的車換掉的話 一定要配他的新龍蟲 我覺得他的龍蟲好帥耶 喔 他這邊也不一樣對不對 對 好像寬度大小不一樣 對啊 對 上一代的 綠燈啦 綠燈啦 你是不是上一代的 但他新龍蟲很帥耶 其實我都生火了 有能量的感覺 嗯 有想換的感覺 因為現在人 腳踏車已經坐得不舒服了 我都還好好的 對 怎麼樣怪 今天騎起來軟軟的 沒力沒力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吃風貴嘴 剛剛還在想說要騎中車來吃風貴嘴 結果大家一起妥協了 要騎風貴嘴 今天好冷喔 騎起來會比較熱一點 我可以把我的車買掉換行車嗎 你覺得像那台啊 我覺得蠻帥的 我覺得蠻帥的 他有改的地方改得很漂亮 對 而且他這一代 真的比上一代好看很多耶 我覺得很有差 他現在這一代我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在新的這一代呢 我覺得都改掉了 好漂亮喔 對 漂亮 多了 好 現在9點15分 然後我們現在在風貴嘴的 風鈴橋這裡 對 風鈴橋這邊 然後因為10點要回到 剛剛那個 那那邊有的出發點 我們現在看一下時間 好像來不及 所以我們決定 去聖人瀑布那邊 剛好也沒去過 可以去避山的 避山路 他說可以去避山路 什麼意思 可以直接到避山路 然後就下來到了 怎麼走到避山路 我們等一下要從風貴嘴上去 然後去走避山路 那風貴嘴那邊 是有一個大家會充斥的 左轉的那個 樓下過嗎 我們就改走右轉 下去那一路 好 然後就回家了 那再騎前往避山這一條了 他這一條都還蠻好騎的 也是緩緩的這樣 然後路上也不會太多人 路也很寬 我覺得這條還蠻適合練習的 然後前面騎上去就是我們上次有去的避山路營區 哇 這一路有個星巴哥跟蛋黃酥多好 這條路線是個好路線 是不是 上來還有東西吃 前面就是避山路營場 我們現在騎到了這個避山路營場 那邊就是美樂昌來這邊路營的地方 對 一個台北市的一個免費的露營場 對 很漂亮 晚上還可以看業績 對 然後這條路線我覺得超好騎的 很適合練習 舒服的路線 然後也不會有很多車 就是都是一些登山的人 然後旁邊都有很多步道可以走 對這條路線不錯 上來還有東西吃 對 從貴嘴上去就沒東西吃啊 可以 好走吧下去 不容易回來馬上就在討論了是不是 奇怪 到這邊我的LAN就會繞LAN 又繞LAN 那可能要換車才會好 對啊 我看你這陣頭需要換車才會好 你怎麼了 你們剛剛騎的超快就把我放在後面 就是要來拿這個蛋黃酥的 對喔 你們就是趕快想要來拿蛋黃酥 哇 好我們今天從劍南山這邊上去 然後下來呢 騎到豐貴犬那一半路 然後再騎到畢山沿路一場 我覺得這條路線還不錯啊 這樣繞一個圈這樣下來 對 從豐貴犬上去走 畢山那邊很好走 對 可是它下來之後很容易 所以這樣子騎好像也是一條 蠻不錯的練習路線 對 然後如果是從這一邊地池 上去第三到風貴犬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走 可是它那邊就有一些風景區 像是白石戶吊橋那個風景區 那邊就蠻多人 蠻熱鬧的 也蠻多東西吃的 然後再上去一點就是 畢山露營餐 那邊有一些攤位 感覺這條這個圓圈呢 這條蠻適合練習的路線 對 哇 那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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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來伴這種 那邊有 那邊有 哪一個?哪一個? 老闆你們未來會進Cuse嗎? 你看 這個是Cuse 喔? 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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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好了沒? 好了 好想要怎麼做? 這一個是PAC71 你還用一隻手啊 他有一點的之後換你撞到 再來另外一個 他有一個 他沒有到我認識他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怎麼捏手 還沒上車啊 欸!小心小心 不然你要我好怕你撞到 有一個中部的啊 來哪一個比較重 那個 那個 你看有沒有 有啊有 好那我們這次看完了新的Canon Dell超6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他第三代跟第四代有什麼不一樣 那Super 6超6他現在有三種 就是有積分款 然後有High Mode 還有現在推出了 Lab 7E 那基本款的重量呢 是910克 開幕的重量是810克 那Lab 7E呢 是這一次新出來的一款最高級的車架 那他重量呢只有到770克 非常輕 770克耶 好輕喔 然後Lab 7E也是他們今年就是超越了一級車架的 再往更高級的地方走 那所以呢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他一個Lab 7E的字眼 對 好那接下來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超6呢 新的超6 第四代的超6 他有哪一些是跟第三代不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他的座管這邊變得更扁 然後變得更空力 之前是一個T型 那他今年的BV是改成像之前那樣的做法 然後電子是從這邊裝上去 對這樣子的做法呢 就是為了讓他這邊呢可以做得更扁 你看他的側面這邊就是很扁 然後他的前叉這邊有加寬 所以可以放到32的排寬 像是Gravo這樣子的一個輪胎的寬度的話 這都可以放得下去 對 前面後面都可以 你看這個 他的前叉的纖維 他這個有特別強化 然後他這個人竿會更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第三代的超6呢 他這邊有一個轉了會卡住的一個設計 但是他現在這一代呢也是把他拿掉了 總之呢 新的超6的車架 蠻帥的 對 然後他這個有黃色還有黑色 好 那超6呢 他在台灣已經陸續在進貨了 那購買的方式呢 就是先訂購車架 然後再加上自己要的東西 像是輪組啊 龍頭啊 其他的東西都是分開買的這樣 好 那最後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價錢的部分啊 那這基本款的部分呢 他是以乘車做販送 所以他價錢還沒有訂出來 那HiMo的話是11萬多 然後Lab71是16萬多 對 所以如果說是想要HiMo或是Lab71的話 就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車架 那選擇自己想要的輪組變數 那如果說是想要基本款的話呢 之後就會有乘車 好那我們這次分享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拜拜 拜拜 記得按讚訂閱 記得按讚 按讚 Dos 按讚 Dos